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蒜先排碎 再起来冒 浇上烧好的热油 用烧子搅拌均匀 空心菜浸泡时间到了 将它取出来 锅中水开后 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料酒 放入空心菜焯水一遍 焯至断身即可捞住 放入刚刚调好的腐乳酱 用筷子翻拌均匀即可装环食用 一道美味的腐乳空心菜就做好了 吃起来清脆可口非常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